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签订合作备忘录 将结合双方在海洋水文气象监测及预报研究的专业领域 透过资料交换及教育资源整合促进海洋永续发展 我们最近做了很多有关比如说港湾里面的这个坡流潮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这个配合我想配合特别配合海科馆这边旺海巷这边的这个海域生态的环境 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相关资料的整合 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期待能够透过这个海科馆这边的协助 能够把我们相关的气象的部分 不管是这个科技的相关的发展预测的这个能力或科技 或者相关的这个应用的层面都能够去做很好的展示 让我们的全民对于海洋的这个科技 海洋的这个生态保育 以及相关海洋资讯 海上资讯的相关的应用都能够有更好的理解 这些数据我们未来也很希望能够跟国外院这边 就是NODAS跟GOSHIN这边的数据能够做整个整合之后 那其实可以在我们海科馆科学厅有一个SOS 然后也有一些我们在讲数据的展现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整合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在讲SOS 这一颗球上面的数据就有台湾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把它推动到全世界 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台湾的这一个我们在讲 海后跟气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跟世界接轨 双方过去在地球科学诊识系统等领域已经有合作的基础 双方的策略联盟更有利于海洋教育的推广 及科普圈道 将研究成果活学活用 培养全民海洋永续的意识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咪 Tur